6乘3,所以表格插入表格 6乘3 6列,三缆 然后它有没有什么规定,框线要多少 框线0嘛,然后至中对齐方式有没有规定呢 这里6列三缆,然后宽度为85% 所以你这地方宽度85% 水平至中,所以对齐方式就至中 水平至中,这个地方6,3,然后85,至中等等 按确定就好了 记得框线要把它设为0,确定 好了,以后我们就有一个表格 再来的话,第三个将图片 这个做成动画,并且放在 这一个图档里面 然后呢,它说这张图 第三个是那个太阳眼镜跟雨伞的切换 那这个等一下我们再来做 那再来我们第四就是把它叫我们第一列 合并储存格,所以表格里面有合并储存格 先把第一列合并起来 然后加入到这里,这一张图 那这张图还没产生 再来的话呢,表格第二列就第二列这里 输入美国职棒,所以这地方的话就是要打字 所以你就直接打上美国职棒 美国职棒 那这样子的话就输入了 接下来的话呢,就日本职棒 颜色的话我们来设定一下 这什么颜色呢,FF,就是有红,R,G,B 这什么颜色,黄色 不,更正一下,这是背景 这个所谓背景色彩就是这个储存格 所以右键这边有个储存格内容 记得把这个背景的颜色改成黄色就好了 按确定 或者直接其他色彩 你会发现一样嘛 有的时候自己知道会比较快一点 然后呢,水平,这也是至中 水平至中对齐 并且把这个连接到SFM的那个 那这里的话把它选取 按右键 超连接,连接到SFM1 那目标框架它要我们放在这里 所以点一下就好了 按确定man的地方 就完成了那个 第一个 那其他的话呢,都一样 有没有,日本职棒,台湾职棒 联络我们,访客联益版 那其他,再来就是第二个日本职棒 那日本职棒的话呢 它是在第二列的第三 所以这里哦 简单的办法是 把它美国职棒先贴过来 然后等一下再来做修改 那台湾职棒的话呢 是在第三列的第二栏 所以中间这里 有没有,在这个地方 然后我先把它自中好了 这也是自中 可以再做修改 那修改的方式很简单 按这个地方哦 直接把它改成日本 日本 然后这边把它改成台湾 而且台湾的部分 特别注意 不要用那个简体的台 要直接用这个台 台湾 然后修改的方式按右键 超连结内容 直接把1改成2就可以了 按确定 那因为目标框架都一样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把1改成3 好,一样按确定 再来底下的话 它要我们 再来就是第五列 所以你要算好 12345 中间空一列就对了 第二栏的地方 输入联络我们 联络我们 然后这边一样 应该是至中 联络我们 这个地方呢 必须要把它改一下 那这个上面颜色 也要更改 等一下再来改好了 这里的话 我们先来改日本职棒 右键 储存格内容 这个背景的颜色 它要我们是 FF00FF1234 其实红色的 一看就知道是红色的 再来的话 右键储存格内容 这个地方应该是 绿色的 其实这里的话 绿色直接点这个就可以了 绿色 然后再来的话呢 是联络我们背景颜色 右键 储存格内容 然后颜色的话呢 是00 001234 确定 确定 这个地方的话选取它 按右键 超连结内容 记得选择电子邮件信箱 它要我们输入这个 ADMIN 然后小老鼠 然后 S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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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zzle 好 那这样的话呢 点 com 点tw OK 好了 以后呢 按确定 再来的话 还有这个访客留言 所以就输入访客留言 留言 一样的方式 就把它置中 这个应该都置中才对 置中 然后这个地方就是 它的颜色的话呢 都是背景颜色按右键 这一点哦 储存个内容 然后颜色的话呢 是 这个应该是黄色的啦 所以其实 直接点就好了 黄色的 因为跟刚刚一样 那水平至中 那连结到那个message 所以超连结的地方 连结到message 所以这里的话 直接找到message 目标框架 记得选 诶 我看一下目标框架在哪里呢 这一体比较重 比较不一样 不得在main框架哦 所以你必须要改成什么呢 整页 这个是一个陷阱 这个地方 后面它有讲到整页内容 不得在那个里面 且在目标框架为 有没有 top 所以你要检查 整页这边就是一个top 按确定 确定 这样的话就完成这个部分 那表格下方的话呢 就输入最近更新日期 有没有 然后就直接自己打上去 画面先还给 我们再次看 再次看 再次看 这次看